Hey guys,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今天的影片呢跟我平常拍的Vlog有点不太一样 我想好好地坐下来跟大家聊一个我一直有被问的主题 那就是关于我的包包跟我的香港来说就是手袋 所以我今天准备了7个 就是我现在拥有的精品 宝宝 这7个呢都是我平常使用率都还蛮高的 会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买他们的故事啊 他们的优缺点跟他们的价格等等 然后大家有没有觉得今天这个背景怎么很不像Cynthia家呢 我也希望我家这么大 这个场地是GugGug最近新开的Studio 那这边呢真的打卡位很多 所以大家可以跟闺蜜约约来这边拍照 那我会把Studio的咨询都放在下面的咨询栏 在开始之前我还是要先戴个头盔 那虽然说今天介绍的是精品包包 但是我并不是要提倡说大家 哦一定要买精品包 或是哦一定要买这些很贵的东西 那说真的这些东西 其实都不是你生活中真的很必要的东西 而是如果你今天能够负担它 然后你可以欣赏他们的美丽 然后你觉得哦买这些东西让我觉得很开心 那我觉得那就值得了 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这个Loeve的mini puzzle in warm desert 那这个款呢 其实就是Loeve他们家非常非常著名 非常经典的那个puzzle系列 那这个拼色呢 是我当时一看到我就马上心心眼就觉得 哇真的太漂亮了 但我自己有去专门店里面试过 就是诶不同的size啊什么的 但我觉得这个拼色在我身上 mini size是最刚好的 那这个包包目前在官网上面是卖 15950块港币 那我自己是请代购买是11500块 这个是mini 它上面还有一个small跟median 那比它还要再更小的 有一个叫做nano 但那个nano我是认真觉得不要买 因为它真的什么都装不了 除非你只是想一个很可爱的配件 不然你买了真的我觉得没有什么用 那来讲讲这个包的优缺点好了 它的优点就是它超可爱 然后超级百搭 是如果你平常的风格是像我一样比较休闲 或是你知道今天穿白色配牛仔裤这样 这个包你怎么背怎么配都好看 它的缺点呢 是虽然它能够装的东西还蛮多的 可是如果你把它塞太满的时候 因为它的开口并不是完全可以打开 它是有一个限制的 所以你在捞东西的时候 会捞得比较辛苦一点 所以我个人的建议是 这个包不要放到100%的capacity 你可能放到75 就你手伸进去 还可以移动一下找东西的状态就可以了 另外一个小小的缺点是 如果你跟我一样很常穿牛仔裤的话 它背面这边的皮啊 是蛮容易会染到色的 那我自己的建议是呢 如果你很在意的话 你可以拿橡皮擦去试试看 可不可以擦得掉 那我个人呢 是因为没有打算要把它卖掉 我就觉得 我就是会用它用很久一段时间 所以我也不是那么的care 它的这个背带没有办法调整那个长度 所以如果你本身个子比较小的话 你可能要自己拿一个扣子 或者是用绑的方式去调整成你的长度 puzzle呢 我自己是喜欢到 我有在想要不要去买一个small size的 但是如果大一点的话 我会比较建议不要买拼色 就买单色的 你看起来整个人会更利落一点 如果要这种拼色的 就买小一点的比较可爱 再来第二个包呢 一样也是一个非常可爱的迷你包 也是我最近使用率很高的 那就是这个Louis Vuitton的 它叫什么名字 nano meal 那这个包包呢 其实有一个很可爱的名字 叫做烧卖包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你如果在这边这样把它绑起来 它就长得很像一颗烧卖 这个包我当时是在香港的专门店买的 然后是9900块港币 那现在我上网看 它已经涨价了1000块 变成10900块 那这个包其实当时也是蛮幸运的 就我是跟朋友去逛他要买的东西的时候 就看到有另外一个sells拿了这款包出来 然后我朋友就说 我跟你说这个包真的很难找 你要不要来试背一下 然后我就想说要试背一下吗 就也没有什么 就一直一背上去 马上就 哦我的天啊 我的心就是你知道 就是你了就是你了 然后因为这个包是长时间会缺货 然后当天那个店只进了两颗 然后一颗已经被结账了 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 哇可能真的是缘分吧 我就把它带走了 那买了之后 我真的是一点都没有后悔 因为首先它的优点是 它真的容量比想象中真的大很多 那再来是它这个花纹 可能是LV非常经典的一个pattern 只要是casual一点的 你背这个上去 整个人就会变得很可爱 就是因为它太可爱了 所以脸带会让我也看起来很可爱 对 这个包的优点呢 就是它真的太可爱 然后要太百搭了 再加上因为它是帆布的材质 所以其实它很耐操 像我这种不是很小心的人 你带着它到处跑跳 其实都没有什么问题 缺点的话是 首先这个背带一样是没办法调节的 所以个子比较小小的女生 真的要去专门店里面试背看看 会比较准 另外是它这边这个浅色的部分 其实也蛮容易会被牛仔裤给染色 那我去那个店里面问的结果是 他也是建议用橡皮擦擦擦看 是不是可以 如果真的没有办法的话 可能再看要不要送回法国去维修什么之类的 那如果你是一个没有什么安全感的人的话 那我可能就会建议不要买它 因为它其实上面并没有拉链 最顶多就只是可能这样子把它竖起来 这个包我也是非常非常推荐 如果你们有能够在店里面找到它的话 我跟讲真的就不要再犹豫了 就直接买下去吧 因为它真的 赞 再来第三个呢 也是我的爱 这个也是最近非常非常火红的一个包 那就是PRODA的这个三合一 我买的时候香港店里面是卖9,900 然后现在已经涨价到11200块 但是我当时是找代购买的 所以我买的价钱是8300块港币 那它有很多种背法 例如说你像我一样这样子单纯的背 或者是你可以把这个小 pouch另外再拿出来 或是你把整个粗肩袋都拿掉之后 你可以变成一个腋下包这样子 那我当时其实就是看上了它有非常多种背法 以及我很想要找一个比较sporty的outfit 也可以搭配得到的包包 所以当时观望了很久之后 我就下手了这一个 有一些人会不太懂说 为什么要买一个尼龙的包包 虽然尼龙跟其他皮的包包比起来 当然是不会那么保值的 就是甚至是它基本上是完全不保值的一个包 但是以一个你如果只是日常用 你没有要买这个包去投资的状况下 我自己是非常的满意 然后也很开心我当时有下手了这个包 那首先它的优点就是它背法很多种 非常的耐操 以及它的容量也是也会超乎你想象的多 就是真的基本上你出门需要的东西都可以装的进去 那缺点的话 我其实有点不太习惯attach这个小的 pouch 所以我通常都是直接把它拿掉 加上它是尼龙的材质 所以如果有一些形状比较特殊或尖锐的 它很容易会破坏那个包包的外形 会从外面就看得到你里面装了什么 所以这算是我觉得小小小小的缺点吧 但是都还是可以接受 这个包的全名叫做 Product Re-Edition 2005 Nylon Shoulder Bag 然后它最近也推出了非常非常多的颜色 有黑色有米色有粉红色有绿色跟蓝色 我觉得都很美 但我个人还是go for the classic black 这个包也是买了之后使用率非常高的一款 接下来的两个包都是我最近的爱牌 也就是Celine 首先来介绍一个大家应该也不陌生的 那就是这个 它的名字叫做Celine Medium Focal Bag in Triumph 这个包包现在retail是12500块港币 那我买的时候是10500块 所以也算是我觉得蛮值得入手的一个入门精品包 这个也是Celine经典花纹 那他们也出了一系列各式各样的包款 那这个面也是帆布的材质 所以它非常非常的耐用跟耐刮 首先这个包的优点是它可以调整你的长段 所以你可以自己去试一下说 我希望我背起来的时候我的包包会在哪里 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扣子是supposedly是要这样子的 但是不要被这个扣子给吓到 就是你不是每一天都是一定要这样扣来扣去的 其实我很长时候基本上连穿过去都不会 我就单纯的这样子让它垂在外面 我觉得也蛮好看的 那你这个包包打开来之后 这边前面会有一个小小的pocket 那我通常会把我的小卡架 或是一些发票放在前面这一个 那中间就是一大层给你摆其他的 会带出门的东西 最后面呢会有一个小小的夹层 可以放一些发票卡片 或者是像 虎垫 我当时有去店里面试背过一两次 我就发现说它其实跟我平常的穿衣风格都还蛮搭的 可能就是一件简单的T恤 一件牛仔裤 或者是 对就是T恤跟牛仔裤 所以我就决定入手 那收到之后我也是真的没用一次 就越喜欢它一次 因为它真的 就太实用了 那讲完它的优点之后 它的缺点是什么呢 就是它很容易翻船 这一点是我真的有一点意料之外的 就是你看它这个袋子哦 我也不知道怎么讲 就是有的时候你可能摆在椅子上 或是摆在地上 然后你这样子拿起来的时候 你看 它就是 如果你没有找到它的重心 然后它很容易会这样子就翻一圈啊 或怎么样 然后 你这边如果没有完全扣死的话 结论就是 你的东西全部都会撒出来 那这个我觉得当然是 你小心一点就可以避免的 哦 还有一个 小小的缺点 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在意 就是 你有没有听到 就是它的这个边边啊 很容易会有皮贱跟金属的摩擦声 就是那种滴硬滑滑的声音 我自己没有很喜欢 但除此之外 我觉得就从它的外观啦 实大性 实用性 来说 我觉得它都是 真的很棒的一个包 加上因为它的价格 我觉得相对来说 也是 精品里面蛮好入手的 所以如果你有在观望一个好用的精品包 我还蛮推荐这个的 下一个CELINE的包呢 也是它们非常非常经典的 那就是它们的 这个 Belt Bag 这个包的全名叫做 CELINE NANO Belt Bag In Grand Kelf Skin In Light Taupe 这个Light Taupe呢 应该就是俗称的奶茶色 也是我觉得所有的 Belt Bag里面 我觉得最好看 最温柔 最优雅的一个颜色 当时在香港 卖的是17500块 然后我买的时候是14000块港币 其实我当初在看这一课的时候 我也是考虑了很久 然后其实我身边很多朋友都跟我说 你不要买不要买 最大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它这个 开口呢 你必须要穿过这一条 然后 卡到一个位之后 才会真正的合起来 所以对于 如果你是一个需要 天天开开关关的人来说 可能不是那么的方便 我自己后来去店里面试的时候 发现呢 你其实只要 诶怎么讲 就是经过一些练习之后 你就可以很快的 就是 找到那个点在哪里 那对我来说 就不是一个什么太大的问题啦 当初会想要买这个包 最大的原因是 你们可以看到 我刚刚其他的包 都属于比较休闲一点的 但是我慢慢也比较多 在工作上面 需要见到客户啊 或是可能要 穿的稍微比较半正式一点 那我就想要有一个 稍微比较lady 或是比较优雅一点的包 那这个bell bag 因为也是Celine 非常非常经典的系列 它们有很多不同的size 那这个是nano 它上面好像有一个 这个mini 其实是 我觉得很大的那个mini 然后它下面 好像还有一个叫pico 就比这个再更小的 那我觉得那个更小的size 其实也很可爱 但是就少了一点 我想要的那种 semi-formal的感觉 那个就很像我刚刚的这个 这个puzzle的感觉 就很可爱 很休闲 但是不是太符合我当时的需要 这个包一样也是容量非常非常的大 它就整个只有一格 没有什么其他的隔层 所以你基本上想要装什么 就把它全部动都会 不过它的容量也会根据 你有沒有要拉起这个拉链 来做基准 如果你想要拉起来的话 你能够装的东西就稍微再少一点 那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它这边拉开之后 它能够装的东西就是更多 这个包包也是有几种不同的背法 首先因为它的肩带也是可以调整的 所以你可以选择做侧背的或是斜背的 我觉得这样子拿其实也很可爱 这个就是我拥有的第二个 Selene的包包 不过其实Selene呢 最近还出了很多款就是 超级想要的 Lisa不是他们的代言人吗 每次Lisa只要po了什么照片 我就想要买什么 真的是很可怕 如果你工作想要是比较正式一点的话 我觉得这个包包是一个 蛮优雅的一个设计 它们有另外一个包是那个 囧包嘛 那那个囧包我就比较不懂 就我觉得它没那么好看 但这个包配上这个颜色 我觉得很棒 下一个也是我用了蛮久的一个包 这个是Chloe的好像叫做Drew Bag吧 我有点忘记了 因为当时我是透过一个合作的时候 选了这个包 但我后来回去找 已经找不到它了 所以我其实也不知道它的实际名称是什么 它是一个非常像经典的 也是马蹄状的包 开关打开之后 里面就是非常非常大的空间 你知道这个包包呢 甚至可以容量像 我现在正在拍片的这台M50相机 你就知道它的容量有多么的大 这个包包有几个优点 首先第一个是它的肩带很宽 所以你背起来的时候不会有 像是有些包包那种链带啊 或是很细的带 怎么会用夏天的时候 会雷在你的肩膀上 这个背起来非常的舒服 然后它的颜色也是那种很温柔的大地色系 所以你基本上不管穿什么衣服都可以搭配的到 缺点的话呢 其实我觉得还蛮多的 首先你们可以看到五金的部分 我用了大概一两年 它就已经很明显的有磨损跟掉漆的状况 另外一个缺点是你们有看到它这个皮很软 所以有时候我发现 可能我东西装的比较多 这边比较重的话 它这个皮会被往前推 然后再加上因为它要完全的盖起来 那它必须要把这一个孔 完全的对准 这一个东西 还要确保这条链子没有卡在中间之后 才能真的把它关起来 所以东西一多的时候 你就会很难关啦 这个包对我来说 然后一个小小的缺点 就是因为它这个皮啊很软嘛 然后很容易会染色 或是很容易会有痕迹啊 脏掉啊什么的 那我自己之前的经验 也是用橡皮擦 或者是那种湿纸巾稍微抹一下 有一些是可以抹得掉啦 但久了其实它的痕迹还是蛮明显的 Chloe有一个小小的问题 就是它的包都非常的seasonal 就是没有什么真的很iconic 说买了之后它会一直很保值 或是一直on trend很多很多年 所以这个是一个 我觉得大家在买Chloe的时候 要小小就是思考的东西 这个也是我收到很多称赞的一个包 最后的最后呢 我要来介绍一个 就是我算是最新最新买到的一个包 也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个chanel 就是这个 这个是mini flag bag with top handle 这个跟他们另外一个系列的 coco handle就是不一样的 这个是把本来的mini bag上面 再添加一个handle这样子 这个我是在香港的chanel买的 然后价格是港币的34300块 没错 因为它是chanel 所以单价比较高一点 大家可以看到它是鱼子酱皮 就是caviar 然后有一点点闪闪的感觉 然后它的logo呢是金色的 但是又不是一般的金 它是比较做旧一点的金 那一样是你这样子打开来之后 它我现在没有装东西啦 它就是一整个的空间 然后后面有一个小小的夹层 你可以摆钞票啊 或是一些比较扁的东西 然后它背后还有一个小小的夹层 那这个包包算是2021的春夏新款 那为什么我能够就是买到这个包呢 是因为之前我有在想要看一下chanel的包 然后我就找了crystal一起去看 那因为crystal它本身有认识的SA 然后我就先看了可能gabrielle啊 那看了nineteen啊 然后看了那个就是基本款的square mini 然后我就想说 啊可是这个颜色我都不是太喜欢 我就想要等黑色 然后结果那个SA就说 ok好那它如果有进货的话 它会再跟我们说 隔了一天那个SA就说 诶今天店里面进了这个 所以我就当天晚上 我们又手刀冲去里面 然后看了这一颗 那因为这颗呢 其实真的是 你如果当下没有做决定的话 你就是可能也遇不到它了 大概是这个感觉 所以当下我就是背的时候觉得 诶跟我前一天试的那个square mini 比起来 我觉得这颗更有就是打中我的感觉 所以我就牙一咬就把它买下来了 对那买到现在呢 我是完全没有后悔 因为它真的是太漂亮了 Chanel应该算是除了Hermes之外 它保质性最高的一个品牌了 我当时买回来之后 我还没有 我连盒子都还没有打开 然后Crystal就传了一张截图说 这个包呢 现在在外面 已经炒到了比我的原价 还要再贵 五千块的那个价格了 这个包的优点 首先第一个 它就是太漂亮了 第二是因为它的皮是caviar 是鱼子酱皮 所以它比一般的小牛皮 是小牛皮吗 是羊皮 所以它比一般的那个lamb skin 还要再更耐操一点 就是你轻微的这样刮到 其实不太会有太大的痕迹 但是当然你不会这样子去刮你的包嘛 缺点的话就是它的容量 其实并没有那么的多 因为毕竟它也就是一个mini bag 然后另外一个是 我觉得这个皮呢 虽然它耐用 可是相对来说它久了之后 它的光泽跟它整个包包的感觉 不会有像小羊皮那种 很有年代的感觉 就是没有vintage的感觉那么重 所以如果你是想要用很久 然后想让你的包包越用 越有味道的话 你可能选小羊皮会更好一点 那今天呢就很简单 可能没有很快速 因为我这个影片 大概也快20分钟吧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了7个 我目前拥有 然后平常有很频繁的 在使用的精品包包 当然里面有一些是比较入门款的 也有一些是真的单价比较高的 那我觉得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啊 跟自己的经济能力 然后去做取舍 对 当然我也有买过一些 我觉得买了之后不是很适合我的包 所以现在我觉得我已经有慢慢开始抓到 我喜欢什么样子的风格 或是我平常的穿衣风格是怎么样 所以我会知道 我今天买这个包 我回去是不是真的能够 就好好的用它 我觉得买包 我觉得有分两种 一种是你自己本身会在用的 然后另外一种是你买包来要投资的 投资的这一块 可能就比较偏向一些很经典的款 例如说 Chanel或是Hermes 那个才会是真的 未来有增值或保值的空间 那我觉得我现在看重的 可能更多是实用性 跟我自己 是不是能够真的会用它们 所以大家如果考虑要开始投进 精品这个无敌的深渊的话 你可以思考下你今天想要的是 你的包包可以保值 你之后可以再卖出去 还是说你是买来之后 你自己喜欢 然后会用是更重要的 最后呢 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分享 然后也希望我不要被骂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吧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Chanel或是宝贴